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 瑞士规模来到了5.8 这是一个新的地震吗 气象鼠有解释 这一样是0403的余震 这一样是有比较稍微偏花林的北部一点 所以北台湾的地区 大家今天感受也还蛮明显的 未来的半年之内 都还是要注意可能会有余震发生 下一张我们来关心高温了 你看今天北中南 其实各地温度都在30度之上 台北士林科教馆这边33.3度 新北五谷34度 南台湾地区台南预警33.5度 高温会持续 同时紫外线要注意做好防晒 但你来看明天 紫外线强度中南部东部地区 都会来到过量等级 到礼拜日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情形迫下2 30分钟就会晒烧 出去玩尽可能避免 上午10点过后到下午2点之前的户外行程 多补充水分 在下一张图 但你关心会下雨吗 礼拜六天气状况蛮稳定 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震远 但周日就不一样了 往北步走记得带散 到时候东北季风跟风面影响 都会犹豫 以上是这节气象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智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